看完WeatherMoodPost這個branch之後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project可能又變得更複雜了 對不對 那馬上你會感受到的就是說 這個我在寫react的時候 那有些東西好像變得有點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那常見的這個使用react 那它會產生的這些所謂的限制 或者是一些不好用的地方 那通常分成以下三大類 第一大類是所謂的opaque的state 也就是說這個state的管理 對使用者來講 感覺不是那麼方便也不是那麼透明 怎麼說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一個這樣子的UI的hierarchy 這個mem包含了today 那today再包含了weatherDisplay跟WeatherForm OK 那他們這些component 基本上照著一個hierarchy組起來 但是每一個component之間 他們可能會共通的使用或是管理一些state 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這個unit好了 weatherDisplay呢 需要有這個unit 它才可以顯示 這個unit代表的是 比如說你是選的是色式還是華式 可以嗎 那weatherForm呢 基本上是讓user去選色式華式的 所以他也會去管理這個unit這個state 好 那根據thinking in react 那我們知道我們要把它提升到 這個這兩個component 共通的主線 對不對 好 那這樣一路這樣提上去呢 你可能會發現 那man可能是放unit的好地方 好 所以你就寫了一個管理unit的 這個比如說onunitchange的這個callback function 好 然後讓weatherForm呢 可以去callback 好 那藉此管理這個unit 好 可是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改unit這個state的值的這個logic呢 其實是寫在man裡面 好 那但是看的時候寫在display 那選擇讓user選擇的時候 這個code寫在form 所以這個unit的管理就失散了 知道嗎 好 所以在trace code的時候呢 其實就不大容易找到這個一個集中的地方 一次看所有unit這個state相關的 這個管理的code 好 那另外這樣子也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 好 那如果哪一天你這些component在兜的時候 那個hierarchy變了 OK 比如說weatherDisplay跟weatherForm 現在又包在另外一個component裡面 或者是你把man拿掉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這個handleunitchange的這個callback 可能又要變了 它的位置又要變了 這樣 所以變成說這個state management的code的位置 會depend on你的component的hierarchy 那就造成componenthierarchy可能不好隨意的更動 OK 好 那像在一些比較新的project 就是UI常常會更動的project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常常要重新改寫一些state management的code 因應這個UI的change 那我不希望看到這件事情發生 我們希望UI的hierarchy在改的時候 那最好我在改這個做state management的code 是可以不用重寫的 對不對 好 但是很明顯現在照著我們現目前學的readd的方法是做不到的 好 那第二個限制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綁手綁就是 這個我們在寫readd component的時候 每一個component 基本上它都define了一些所謂的lifecycle event 對不對 好 比如說component did mount component will mount 或是component will update 對不對 好 或者component did unmount OK 那這一些所謂的lifecycle的event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要寫對應的這個lifecycle的handle了 好 所以我們就在component每一個component的class裡面 我們就宣告 比如說on這個component will update 那我們去寫說如果真的update的話 然後uiupdate的話 那我們要寫什麼code 好 那但是在這一些lifecycle的handle的裡面 我們常常會有不同的concern 比如說有些部分 比如說oncomponent will update 那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東西是update的時候 我要做一些對應的ui的logic的改變 這是ui這少一個i 那另外我們可能會改變一些state 好 那我們可能也會asynchronous去執行一些所謂的side effect side effect意思就是說 我會有一些ui做完之後 後續還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通常是一些asynchronous 也有可能是synchronous 但是也有可能是asynchronous的一些code 好 那這個我們統稱為side effect 就是ui做完的時候 還要再額外做的事情 那這個額外做的事情 可能再會又再觸發下一次的ui的update 好 好那不管是ui logic 或者state management 或者是side effect 那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在寫life cycle的時候 你非得要寫在life cycle handle的裡面 所以變成說你在那個life cycle handle的裡面 那你就要把這些concern都mix在一起 ok好 那trace code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有個mix of concern的問題 就是在一個method裡面 好 ideally一個method最好是寫一個concern 但是你會發現我要在command裡面做好多不同的事情 這樣子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stateful logic 可能不大能夠reuse 好 那比如說 可能每一個component都多多少少需要跟server做API的溝通 好 那這個時候常常就會有一些stateful的logic 好 那就是第一步要先fetch data 好 那第二步可能如果return是二開頭的 那我們就render children or如果return不是二開頭的 那我要show error ok 那是很常見的一個stateful的logic 就是要先做什麼再做什麼 好 那這個stateful logic 因為每個component都會有 但是你會發現你每個component都要重新去implement這樣子的邏輯 好 那因此呢 有些人就不想要用重寫的方法 他們就有一些額外的library 可以幫助你去reuse這個stateful的logic 比如說在react hook出來之前 很有名的一個library叫做redux redux 這個可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好 那基本上就是幫助你去reuse一些所謂的stateful logic 就是你這些 if else第一步第二步 這個邏輯你寫一次就好 好 那但是每個component可以重複去利用這個step 這個stateful的logic 好 那但是呢 在傳統的react裡面 你要去reuse這些stateful的logic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好 也就是造成你的call要不斷的重新寫 會有一些redundant的call 好 那如果這些logic改變了 你就要到處去重新的去update你的每一個component 好 那hook怎麼改變這個問題呢 好 當然 我們今天要學的是一個新的react的寫法 叫做react hook 那hook基本上就是希望針對剛剛這三個問題 能夠有一個共通的解法 好 那他的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這個state management 好 就是這個state management在管理的時候呢 你要一直往上提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今天把所有component 好 他的state都放到每個component的後面 那就沒有提不提的問題了 知道是吧 好 就是我們剛剛在一直在探討的是說 我在UI的這個層面 hierarchy裡面 到底要把state往上提 提到哪裡去 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想像一下 好 這個UI是立體的 知道是吧 好 好 那這個平面呢 是UI的containing的hierarchy 就誰包誰誰包誰這樣 好 但是每個UI呢 他其實可以走z 這個方向 垂直的這個方向 這樣子 這樣知道嗎 所以每個state呢 或是任何的stay for the logic 他其實都可以放在這個component的後面 ok 所以每個component需要用到stay 或是stay for logic的時候呢 他就call一個use 比如說我要use某一個state 或是use某一個side effect 好 然後呢 use這個side effect之後呢 他就可以去react呢 好 他的hook呢 就直接幫助你說 你要用這個state是不是 好 我存在一個空間裡面 我幫你掉出來 掉出來之後呢 我給你這個result 比如說 這個state目前的最新的值 或者是這個side effect 做完的結果 ok 好 讓你去update你的UI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些stay for the logic 他就有一個專屬的空間 也就是這個Z軸 那就不需要去跟UI的hierarchy mix在一起 這樣知道是吧 你就把它切開了 切到一個獨立的dimension去管理 那這個就是一個hook 最基本的概念 好